4月24号至26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开启访华行程 4月26号晚 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 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向媒体捶风 杨涛表示 战略认知也就是中美究竟是要做伙伴 还是做对手 是中美关系的根子问题 也是双方每次都要谈的议题 这次也不例外 中方强调 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东方文明 是一个14亿多人口迈向现代化的大国 是一个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 大国争霸逻辑 冷战零和思维 都不是中国的DNA 也不是中国的行为方式 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 繁荣发展的美国 同时希望美国也能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 迪克扭扣扣好了 中美关系才会真正稳下来 好起来向前走 如果美国总是把中国当作最主要对手 中美关系就只会麻烦不断 问题丛生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针对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 杨涛说 美方所谓产能过剩 不是市场定义下的结论 而是人为制造的虚假叙事 是美国搞保护主义 打压中国发展的又一例证 中国在新能源汽车 锂电池 光伏产品等领域有优势 这不是中国政府补贴的产物 而是全球市场需求 技术壮心 充分竞争的结果 中国优质新能源产品 为各国加快绿色转型 应对气候变化 缓解通胀压力 做出了重要贡献 恐怕过剩的不是中国的产能 而是美国的焦虑 如果说到非市场行为 和不公平竞争 大家倒可以看一看 美方这两年出台的 芯片与科学法 销长通胀法 不仅对贴明码标价 而且充斥排他性 歧视性条款 这是市场行为吗 美方还以各种借口 非法制裁 1500多家中国实体和个人 这是公平竞争吗 谈及南海问题 杨涛表示 中国对包括仁爱礁 在内的南沙群岛拥有主权 具有充分历史和法理依据 近期南海局势升温 同美方的插手介入 脱不了干系 美方要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就应该停止伸风点火 挑动对抗 中方始终遵守 包括联合海洋法公约 在内的国际法 任何国家不能妄图 以非法裁决 挑战中国的合法权益 造成仁爱礁当前局势的原因 一清二楚 菲律宾先是违背承诺 拒捕拖走非法座谈军舰 长达25年 其后又一再违背 同中方达成的军事协定 内部谅解 肆意侵权挑衅 企图大规模维修加固 以实现仁爱教的永久占领 非方做法严重违反中国 同东盟国家达成的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第五条规定 近期南海局势升温 同美方的插手介入 脱不了干系 美方动辄以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相威胁 严重违反联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 美方要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就应该停止煽风点火 挑动对抗 中方捍卫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坚定不移 此外 杨涛还就涉港 涉江 涉藏人权问题 乌克兰问题等作出回应 人民日报 新华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国日报 中国新闻社 中国国际电视台 环球时报 澎湃新闻等媒体参加吹风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